政府一連串的抗疫行動 令到部分的娛樂場所需要暫時關閉 北法分子利用這個機會竟然是開設和經營一些非法場所 特別是賭博場所 裡面的賭客除了沒有配戴口罩和沒有一個適當的距離之餘 也有可能擴散這個疫情 過去兩天大埔警區刑事部 聯同大埔分區和尚取分區的同事 搜查了區內42個位置 連同特別的場所 總共拘捕了37名人士 當中有18名男子、19名女子 年齡介乎16至80歲 部分人士有三合會背景 以它涉及的罪行包括洗黑錢、藏有攻擊性武器、藏毒 藏有工具可作吸食用途、經營賭博場所 在合法賭博場所、意外地方賭博 而賭博的種類包括有網上八家樂、麻雀和十三章 一段時間後 雙手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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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雙手中